那个 那个 容啊 坤啊 你婶说这个事 跟你俩有点关系 你俩听听 好 我要说的事情呢 它是这样的 上面的政策 都已经很明确了 多子女的家庭 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 其余的 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 无论早晚 都得走上山下乡 这条革命青年的必有之路 婶儿 不用说了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 我走 我走 我比你大 那我还是男的呢 时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样啊 姑娘啊 姑娘家的好日子 只有那几年 你知道啥呀 对呀 你看妈都表态了 表上来了 对对 你表个态 表态 姐呀 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 咬哪个哪个不疼 那 我说说我的意见 禀婚去 小子安全去 对对对 婶儿 春艳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我们家三个丫头 没得选 我也不放心哪 没办法 要是赖在城里啊 也行 人家不给安排工作 年纪轻轻的 就在城里这么闲着 咱不就成了废人子吗 对对对 婶儿说对了你 妈 那咱就准备电动 好吗 婶儿 春艳俩姐姐您也不放心 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 我搁到一块堆 我对我家两个姑娘 我倒是放心 对周蓉 我不放心 你呀 太招人 太漂亮了 就咱这光字片 你说哪个小年轻她 那心里 哪个不惦记她她 所以呀 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我这给傻姑娘啊 光字片的小伙儿 不就是想看看你吗 这看就看呗 看能少一块肉啊 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这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呢 你闭嘴 婶儿 妈 我建议啊 周蓉留下 丙盔走 哥 虽然呢 丙盔是咱们家最小的 但是初中毕业了 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 我相信别人行她也行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还需要我把婶儿 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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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